Walford第16首Moderato是練什麼的呢? 就是練手指的伸縮 能不能夠把半音用同一個手指按拉得很準 目標是什麼呢? 目標是要這些音準之餘 而且動作是很乾淨利落 比如在第1個小節 這個F natural 去到F sharp 大家如果能夠把F natural和F sharp分得清楚 越清楚越好 出來的F sharp就會很明顯是一個F sharp 有很多彈鋼琴的人如果拉小替琴 他們未必會明白半音的距離 對他們來說半音就是在鍵盤上 在鍵盤旁邊兩個鍵 但對小替琴人來說 應該F natural和F sharp是相差很遠的 你一定要覺得他們相差得遠 你才會刻意去找他們的不同 這首練習曲有很多練一一二二 還有一個地方是練三三的 譬如A音 我們一一一的伸縮 二二的伸縮都還比較容易 但是三手指四手指 這份譬如沒有四手指 三四手指的感覺總是沒有一二那麼強烈 那麼容易做到的 但是正因為這樣 所以大家有三三 A natural和A flat 要分得很清楚 在這首歌裡面 最容易出現的就是你的A flat不夠 flat A flat要真是想它要低一點 要跟二手指黏起來 如果想真的練到手指的伸縮這個法力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用不同的節奏去練 用長短用短長不同的組合 在第一個小節 這個長短的練習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給手指很短的時間 看看可不可以手指在這個時間裏面 做到這一下半音的伸縮 如果你都做到的話 那你照平時的速度去拉 你就會控制到它 它出來也都會平均 或者試一下用短長 2 3 短長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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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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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这个比较少,有点三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